问董卓手下有几个将军 A 两个 吕布 华雄 B 四个 李爵 郭范 张继 范愁 C 五个 牛斧 胡真 徐荣 段威 董月 D 一个 董卓 亲弟弟 董迷 E 十二个 A B C D 全部一共是十二黄金西凉斗士 给大家十秒钟时间思考 这句答案是第一个 董卓 亲弟弟 董迷 官职是左将军 其他十一个全部不是将军 有人说咋可能 吕布 华雄那么厉害 连个将军都不是吗 吕布不是非将军吗 而且是温侯啊 也有人说 牛斧 胡真 徐荣 段威 董月 不是董卓手下五大统帅吗 怎么会不是将军呢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总认为将军满地跑 随便一个人都是将军 其实历史上 将和将军是两个概念 董卓这十二黄金西凉斗士 除了亲弟弟董迷 其他权势校尉中郎将 官职非常低 史书的原话是 着所亲爱 并不出显殖 但将校而已 看见没有 但将校而已 这么说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我换个说法 董卓的手下都是上位 少校 中校 大校 明白了吗 一个少将军衔都没有 你觉得大校算将军吗 现在理解了吗 将军是一种军衔 不是随便拉个马上能砍的人 就是将军了 来看表 李杰 郭范 张继 范愁 贾许 都是校尉 二级官 不算将军 牛斧 胡真 徐荣 段威 董月 都是中郎将 三级官 不算将军 四级官 皮将军 五级官 偏将军 要到四级 五级 这才算将军 六级官 杂浩将军 孙坚 曹操 当时都是杂浩将军 袁树表举孙坚为杂浩将军 破鲁将军 曹操自分为杂浩将军 奋武将军 七级官 仲浩将军 左将军 董明 后将军 袁树 八级官 三公将军 袁绍自分为车记将军 他这个八级官是自分的 董卓芬的八级官 位列三公的 王允 寻爽 蒋婉 杨婉 杨婉 清一色的士族 是大副 王允 我之前说过 袁家救过他的命 他对袁家忠心拱梗 最后就是他干掉的董卓 寻爽 寻玉的六叔 寻家六龙 我在曹操当洛阳北部位那局说过 寻六龙躲避宦官追杀 逃到了海上飘着 杨彪 杨修的亲爹 杨家武士三公 黄缆 黄盖 黄忠 黄忠 黄承燕 黄祖的同族 江夏 黄家 三次经理 黄向的后人 九级官是大将军 大将军何俊死了 空缺 十级官大司马流鱼 真正的大汉皇叔 最有才干的皇亲国戚 在幽州平静张纯作乱 控制汉人与鲜卑乌丸的关系 真正给边疆带来和平的人 袁绍要立他当皇帝 他要是真当了皇帝 才是真正的复兴汉士 不是什么搞个儿皇帝 抢来抢去 十一级 袁伟 袁绍的亲叔叔 士大夫派系总嫖把子 十二级 相国董卓 总结一下 十二级官是董卓自己 八到十一级官是三宫上宫 全是士大夫派系的人 六七级官是反董联军 是敌人 然后董卓自己的麾下西梁将领 是二级 三级 连个四级将都没有 不仅如此 董卓对士大夫那是相当客气 他要迁都八级官 扬镳 黄丸 反对 他把两人贬光了 过两天想想 又把两人伸回九卿 七级官 士大夫给董卓提意见 董卓自傲不听 士大夫说 古代邪民的君主都听得进去 你咋听不进去呢 董卓立刻道歉 怂不怂 还有怂的 袁绍 袁树跟他闹翻了 逃跑了 他反倒怕了 反过来给袁绍 袁树分官 给袁绍分渤海太守 给袁树分后将军 后将军直接七级官 你女婿牛府才是三级官 跟着你征战四方的李爵 才是二级官 你给敌人直接分七级 董卓不仅怂 还傻 士大夫忽悠他 让他分五个地方官 张淼 韩富 刘怠 孔舟 张智 立刻骑兵跟着袁绍造反 为啥 因为这五个人 本来就是袁绍的手下 门友 全是袁绍自己人 士大夫忽悠董卓分 董卓就给全分了 董卓是各种讨好士大夫 二十年前 士大夫派系的前任掌门人 陈藩和外区斗武 联手要灭宦官 结果被宦官杀了 现在董卓跳出来 给前任掌门平反 为党雇之祸翻案 宣布前掌门是正义的 士大夫是正义的 这都已经接近跪舔的程度了 这还不算最傻的 最傻的是他相信王允 他认为王允是他的人 给王允分温侯 注意啊 不是董卓分吕布温侯 是董卓分王允温侯 王允让吕布杀了董卓 杀完后王允分吕布温侯 温侯是县侯啊 廷侯乡侯县侯 在上面就是郡王了 是所有爵位里面最高的了 比关羽的汉寿廷侯高 两个档次 跟孙策的吴侯一样高 董卓就这么爱王允 这还不算完 还给王允分了陆尚书士 陆尚书士啊 最最强大的十权官职 有了这四个字 就有宰相一样的权利 那你董卓完了 王允是原家人 你给他陆尚书士 那你等死吧 他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你 即便没有吕布 你也死 有人说董卓脑子坏了吗 怎么会压制西凉军团 凡尔拼命讨好士大夫呢 又怂又傻 董卓不应该把士大夫全杀光吗 然后把八九十十一级的高官 全部设置成西凉军团的人吗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董卓是谁 以及董卓在扮演谁 这里是三国长篇 正式推理视频 吉利传的第十二集 先说董卓是谁 董卓是西凉人 他们家是士族吗 不是 有人问啥是士族 是不是家里地多钱多 劳福多 私人武装多 就是士族 这只说对了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 你得家里祖上几代当过官 家里有一堆民事 属于上流社会的 民事圈买你的账 看得起你 这才叫士族 没有这些 你光地多钱多人多 那叫大族 不能叫士族 比如巡御就是士族 李典就是大族 董卓家一穷二百 跟巡御比不了 跟李典都比不了 而且董卓家还在边疆 谁能看得起这个出身 结果机缘巧合 董卓的爹 被调动到了尹川当官 尹川在洛阳边上 是士族最多的地方 三国里面 巡御巡忧 忠窑忠惠 陈群陈太 韩富 郭家 郭图 兴平兴匹 春雨雄 全是尹川人 属于顶流 董卓霸一个边疆来的 终于加入了士大夫派系 成为了士大夫的小弟 但是 我要说但是 虽然你加入了士大夫派系 但你本身不是士族 你依然进不了核心利益圈 你只是小弟 你爬不进核心 但即便如此 董卓霸也已经很开心了 他在尹川 生下了董卓和董卓的弟弟 名为众银输银 以表示自己属于士大夫尹川系 所以董卓少年 是在尹川长大的 但后来 他跟着他爹回到了西凉 董卓直接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从繁华的大都市 掉到了边疆 告别了兵兵有礼的 士族子弟小伙伴 眼前的新朋友 是语言都不通的胡腔人 董卓成为了不良少年 混迹在各种胡腔派系之间 因为有胡腔关系 董卓成年后 官府派他负责治安 凭些小事 凭小事凭得好 逐渐开始凭大事 带领官军 保护边疆 在边疆作战有功 战报传到了京城 袁绍的叔叔一看 董忠赢 这不是当年的 尹川的董军雅的儿子吗 特意给儿子起名 叫忠赢输赢 没错呀 这小子挺有才呀 我们自己人 于是就给招进了京城 给袁绍叔叔当秘书 有人说 袁家不错呀 给董卓机会 士大夫是文人 总需要打手 贵族也要招几个黑社会小弟 但这种小弟 在贵族眼里 你永远成不了贵族 你只是贵族家养个狗 也就是从中华田园前 混成了藏敖 就这个区别 董藏敖开始了各种 为士大夫卖命 直到最后一个任务 要求他屯兵河东 吓唬宦官 逼着宦官与何敬 于死网破 他的任务完成了 他听话了 照做了 何敬和宦官 也确实于死网破了 士大夫的计划成功了 士大夫干掉了董家太后 干掉了文武太监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但这个胜利 属于士大夫 不属于董卓 因为他不是士族 他永远进不了核心圈 他只是董藏敖 但董藏敖不想当狗了 他想当人 他想堂堂正正的 站在士大夫面前 不再听从士大夫的指挥 于是他擅自带兵 进入京城 控制住了皇帝 新的问题来了 我董卓霸占了京城 那我是谁呢 有人说了 你不就是大魔王吗 随便怎么杀人 随便怎么祸人 怎么干怎么干呗 随心所欲 不不不不 说不清楚我是谁 根本控不住局面 所以董卓 选择了一个人去扮演 谁董太后家的亲戚 我是董太后家的人 我是董家外戚 我是太后家外戚 之前的权力斗争是啥 是何家外戚 联合士大夫 要立大皇子 太后家外戚 联合文武宦官 要立小皇子 在斗争中 董家和文武宦官都被杀了 现在我董卓 作为董家外戚的延续 我回来了 我要代表董家做些啥呢 首先汉林帝 原本是要立小皇子的 董家也是要立小皇子的 因为何家和士大夫搞阴谋 最后立了大皇子 所以我要拨乱反正 维护已故的汉林帝的遗愿 把大皇子废掉 让小皇子当皇帝 也就是汉宪帝 再次 你何皇后当年 堵死了汉宪帝的亲妈 王美人 那现在我来堵死你 董卓直接把何静的妹妹堵死了 然后 你何家之前包围了董家 导致董太后的侄子 票继将军董仲自杀 那我是董家人 我来报仇 把你何家的车记将军何苗的尸体挖出来 鞭尸 第三 董太后被你们逼出金城 然后疑似在路上被何家干死了 那行 我继续报仇 把何静的妈妈杀掉 尸体丢在路上 一般人读三国读到这些 感觉就是董卓残暴 但不明白董卓这么做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董卓这么一干 当年支持董太后的党羽们什么感觉 董家人回来了 董家和西元进军五太监是盟友 现在西元进军里心向董家的人什么反应 追随董卓呀 所以董卓立刻让自己的侄子董皇接管了进军 在董卓的心里 我已经是外戚了 外戚是要和士大夫合作的 好 我来为陈凡斗五翻案 为党固之祸翻案 表现出我的姿态 陈凡是士大夫 斗五是外戚呀 这不光是为士大夫翻案 也在为外戚翻案 这个案一翻 政治意义是 士大夫和外戚合作是正义的 是正确的 以前他们能合作那今天我们能合作吗 这是董卓的诉求 我给士大夫当狗 永远当不了人 我摇身一变变成外戚 成人了 可以合作吗 所以董卓想要的是和平 不是斗争 所以袁绍袁树走后 他很惊慌 赶快给袁绍袁树分关 怕士大夫不高兴 怕影响合作 所以士大夫让他分什么五个地方关 让他分他就分 不是傻 是要表现出诚意来 我是真心实意想合作 我想要和平 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不想要战争 但问题是士大夫不想要 士大夫最初的目的 就是干掉外戚 干掉宦官 干掉一切 我士大夫是唯一的胜利者 注意唯一 我不是要跟谁共存 是只有我 那有人问了 那这个到底董卓不知道吗 别说董卓了 曹操都不知道 这属于核心圈的终极目标 董卓 非士族 好用 边疆的 曹操 非士族 爷爷 宦官 好用 对于袁家来说 董卓是藏傲 那曹操又何尝不是编目呢 只是私人感情上 袁绍更爱这只编目而已 有人说了 不对 曹家是士族 就算曹操的爷爷是太监 那曹人家 夏侯敦家 夏侯冤家 那他们家也不是太监 那么问题来了 曹家夏侯家 出过文化人吗 虽然祖上是曹操夏侯英 啥啥的 你感觉不错 但你和寻遇寻忧 中央这种家族一比 曹家也就和李典的李家 曹君属于一类 可以叫大族 但叫士族 有点勉强 至少在士大夫的核心圈 汝南影川 眼周明示看来 非常勉强 所以当士大夫 要叫董卓入军的时候 曹操一个中啊小白说啥 说抓太监 随便派个官不就去了吗 派军阀干嘛 这是因为曹操不是核心圈 不知道核心目标 是连核进一起干掉 信息不对等 这种目标 曹操都不知道 何况是董卓呢 士大夫心想 啥情况 我费尽巴力干掉了外企 怎么又冒出个董家外企 干掉他 咋干呢 董卓费力皇帝 把大皇子费掉 换成小皇子 他就是坏人 他是恶贼 我们要讨伐他 我们要把小皇子拉下来 然后重新把大皇子扶上去 来群凶起兵 逃董卓 士大夫可算是有理由了 这个理由光明正大 董卓一听急了 为了断了士大夫的念想 直接把大皇子流遍杀了 这下大皇子没了 你们只能称称小皇子了吧 袁上说不行 小皇子汉先帝是你恶贼力的 我们不认 我要选最有才干的刘渝当皇帝 董卓一听又怕了 咱能商量商量吗 我给刘渝分高官 但别当皇帝行吗 来刘渝 直接分八级官太位 再生十级官大司马 再生十一级官太富 我自己才十二级 我都给你分到十一级了 还不行吗 不行 因为士大夫的目标 是干掉所有派系 我管你是谁都要干掉 所以无论你怎么做 都无法带来和平 除非你死 董卓玩不会了 这局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呀 好像怎么玩都是死局 董藏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掉了 但在数年后 曹边墓遇到了和董藏敖一样的问题 他也想当人 他选择了和董藏敖一模一样的路 董藏敖立汉县帝 成为了士大夫联盟的敌人 成为了袁绍的敌人 曹边墓立汉县帝 也成了士大夫联盟的敌人 成为了袁绍的敌人 董藏敖分自己为相国 曹边墓分自己为丞相 董藏敖没有打过袁绍军团 曹边墓在关渡打败了袁绍军团 董藏敖压制西良军 重用士大夫 导致士大夫强势 曹边墓用曹家宗史 来批敌河南士族 来制衡 同时用为财事举的口号 选拔非士族 来对抗士族 士大夫怼董藏敖 董藏怂了 士大夫怼曹边墓 曹边墓跟士大夫干到底 即便是以寻家为首的尹川士族 阻止我称国公 那又怎么样 河南士族尹川戏 我不要了 河南士族和内戏 你们能玩不 你们要能玩 你们上 你们成为河南士族的老大 河南士族司马家表示 可以 但司马家心里想的是 即便你是曹少 在我心里 也只是曹边墓 我爷爷司马骏 当年举荐你为洛阳北部 我也只是觉得 这条边墓会很好用 就像袁绍的叔叔 当年看的懂得一样 这只藏傲会很好用 士大夫核心圈的终极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干掉所有派系 当年河南援绍没有做成的事 今天我和内司马家做成 我们要创建一个 士族王朝